空头里面有AWM 正好我身上还有一个六倍镜 加上这个空头的位置 要是去喵喵屋守着 只要有人敢捡扣头 我敢保证 绝对肉包子打狗 有气无回 这个防顶刚刚好可以 是也好 正好对着空头 只要有敌人来捡扣头 我都能提前观察到 我没有看错的话 那好像是一辆坦克吧 有没有搞错 怎么会有坦克啊 双方的火力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不过 他要捡空头的话 必须要从坦克里面出来 到时候我就抓住机会 一击毙命 他下车了 等他舔空头的时候 我再开枪 我去 他正好低头舔不知了 运气是真的好 没有机会了 敌人直接进入坦克里面了 应该是要来找我麻烦 我也不是理念的 你敢过来 我就让你知道 鱼类的植物 先来一颗预判鱼类 没抓到 不过这憨憨给我表演了一招 母猪上树 这个好机会 我可不能放过 牛的啊 两颗鱼类都没有淘汰他吗 不过坦克好像已经冒烟了 我在补几枪 应该差不多了 傻逼 我现在算是知道 什么叫做一发入魂了 这坦克也太强了吧 我决定了 我也要玩 这坦克好像是通过信号枪召唤的 但不是普通的信号枪 是特殊的 而海斗地图上 有两个地方会刷新 一个在光影工厂 一个在P层 光影工厂还是算了吧 我都快自闭了 去P层抢夺信号枪 这次不成功 变成人 发现目标建筑 周围还有敌人和我抢夺 不过这跳伞技术 明显不如我 先进去把一楼的枪都剪了 算你们两个聪明 不敢进来和我硬碰硬 不然我叫你们有来无回 去二楼先把信号枪拆兜里再说 信号枪到手 再把三楼的物质整理一下 接下来我要死守这种法子 物质一定要冲住 又有人跳伞下来了 还真是不怕死 听声音又跳下了一个 哎哟 跳伞技术不错啊 直接跳到二楼 可惜就是速度太慢了 现在才下来 周围好像没有脚步伤了 不过我还不能掉以轻心 敌人肯定去P层里面捡枪了 去山楼看看情况 前面的房子已经有人了 换上UMP45 再和你对枪 人呢 刚刚还在楼顶呢 在这里 原来跳下来了 胆子是真的大 对面楼顶又上来了一个敌人 不知道他俩是不是一起的 来吗 对枪 你敢露头 我就淘汰你 叫利福 就直打头 差一点就被秒了 我身上好像只有止痛药 不能快速恢复状态 不过他应该不敢直接冲过来 对面楼又上去了一个人 看着架势 两个人好像不是一起的 那我就坐山观虎斗了 别倒别倒 原来丢完了 不过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 身上只有烟雾弹 给我一趟往这边看 真乖 小人之夜跑来抽热闹 过去把他给补了 顺便把信号枪打了 信号枪已经打了 坦克正在落下来 不过又有敌人过来了 就在我刚刚待的房子里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我要开坦克啊 又有人过来了吗 不对 是有人机 等一下 我可以利用这个人机 他现在在打人机 我可以悄悄的摸上去 嘿嘿 就这样子办 他在三楼 人机已经被他淘汰了 听到脚步 应该对我有所防范 不过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乌鸦坐飞机 看我跳起来 我不管 我今天就是要开坦克 谁也不能诅咒 怎么感觉这次好像没人跟我抢啊 半天都没有跳伤的声音 不对 有人下来了 小伙子挺勇啊 就这么冲进来 还有你 跑什么跑 你能跑得够子弹吗 我看你就是白费力气 把三楼的屋子剪一下 楼下又让Ilan了 看第一人称视角 下去挥挥他 打出两枪 产生随机 痛打落水狗 就只有这种水瓶吗 这次我学聪明了 拿到信号枪我就走 然后到没人地方打信号枪 从现在开始请教我 开坦克的闲鱼 广影基地打了信号枪 我绝不允许还有第二个人 开着这辆坦克 看到人了 不过他俩好像 后知后觉没有发现了 咋的 还想跟我对枪啊 剩下的这个人 是不是吓得尿裤子了 都不敢动了 再来两跑 送你们上路 坦克应该要落下来了 掉到光影基地里面了 下去看看 居然还有人敢打我 不过好像还挺能的 我去怎么这么疼啊 两梭子就快炸了 牛啊 主要是我还不知道他在哪里打的 没事 里面有复活星标姐 当前不可思许 欢迎召回星标 我的发 前有狼后有虎 屏住呼吸别动 应该发现不了我吧 你他妈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